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顧了两个人面子 但两个都不高兴 不承接马的案子 那马不高兴了 但是对于王津平的部分 对马也没有撤告 所以他搞清楚 只承认他有党籍 但没有撤告 王津平也不开心 那么最新的消息 一定要看这边 说到朱一伦跟马英九讨论 关于王津平这个事情 显然是讨论过很多次 我们看到在这里 马前要求说 至少记他一个申戒吧 这样是不是让马的面子 能够保得住呢 那朱一伦连申戒 都不愿意记的情况之下 马于是气到只好发表 这个清楚立场的一个声明 好 最新的讯息 我们在那边提供给大家 那回到了蔡英文 好 那么到底他两岸问题 要怎么样来做处理呢 这空音菜还是应该 什么时候会变成包心菜 大家都不知道 那不只是两岸问题 是恐怕在跟美国人 见了面之后才会有内容吧 好 那再来还有什么呢 曹小野大问题 他说呢 处理朝野关系 必须尊重你的对手 国会不可能长期 背个主流民意 这个暗奉是 马英九你掌握的 不是主流民意 你也不尊重主流民意 所以我曹小野大 我也不怕 还有强调说 我本来很内向 但是他很会处理人际关系 好 来 这个总议员 国安是进化了 蔡英文的两岸政策 是一个法家 跟道家的混血 法家凶道 95 96年提出两国论 造成飞弹试射 而进入准战争状态 还要航空母舰 独立号 美国也不是好东西 派个独立号来 跟李敏之号 通过花莲外海而平息了 当时买海军墙 老共海军落 所以也就难关度过了 那个劳力用他的版本 那个之后沉寂了很久 你们如何说服人民 是我们国民党没出席的 如何说服人民 20年之前 拿掉阁夜奔迪英的许姓良 来跟国民党的主席 当时李登辉勾结 拿掉阁回同意权 废掉的立法院 阉割立法院 而之后如过江之际的正副的院长 他当副院长 院长叫苏贞昌 12%支持度 由此以来创历史新高 这第二 第三 之后到家无为而至 从两国论之后 我不晓得 我模模糊糊糊 不晓得任何蔡英文的两岸的主张 蔡英文的主张是什么 很简单 一言以蔽之 一 不管朱立伦或蔡英文学 一 你维护你的台湾共和国 我维护我中华民国的主权 可是又不能自觉于区域 跟全球化 跟老共不往来 面对现实是50%的贸易额 然后一年七八百亿的贸易顺差 跟老共 那是不是老共是万年代 不是的 飞带还是对着你 然后3000亿的美金去了 台湾掏空了 钱怎么回来 让台湾再工业化 土地找好 外汇存你资金支持 创新 让台湾富起来 这才是真的两岸 跟产业是要结合的 他会不会提得出来 这种实质做法 我真的不晓得 借我讲几句话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讲的两岸 到底你们要知道到什么 但是我跟大家讲 不会变的事情 民进党的主张是什么 就不会变 就是说第一个 我们根据民进党的台湾前途 就是一文 就是台湾依据宪法 叫中华民国 那如果你要改变这个现状的话 要有民主的方式 有两千三百万人 这个绝对不会变 蔡主席在讲什么 成为总统候选人之后 也不会变 第二个 蔡主席之前有讲说 两岸关系的处理的原则 透明 清廉 参与 跟巩固主权 这个也不会变 所以这些部分 如果说 不能满足国民党的朋友 不能满足各界 我也尊重 但是有些事情 创造的连续呢 老公的钱要不要回来 所以我说 你们要不要过好日子 OK 你可以继续问 就是说大家可以继续问 就是说原则 原则性的时候 所以我说原则的东西 就在这里 如果斯刚你要谈说 服罵后罵要不要谈 那你就看说立法院 之前有朝野承诺过 所有台湾社会的 先立法再审查 就是你先把监督条例 处理好嘛 监督条例 你们那是反应党团 有视力这件事情吗 好像并没有管理这件事吧 这一点民进党也不会变 你也放心 所以你们到底 还要知道什么 才叫说你们要的两岸关系 如果说你们要的两岸 有些是被中国逼过来 说你民进党非得接受 什么不可 非得接受九二公事 或者接受一个中国的屋顶 OK 这个部分我也可以接受 说到时候就该谈了 这个我相信 竟然这样子可以 那蔡英文这样子能赢吗 他会用准执政党的方式 来面对这个问题 因为他上次在这里跌交 我认为他会审慎地面对 你刚刚跟大家看到 他荆州开座 时间到了会打 原因是他曾经在这里跌过交 他也是一个优秀的好学生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这个问题上 这马云九很像 这马云九女版马云九 优秀好学生诱人圈子小 专业傲慢 跟马云九越来越像 对 你们讲马总统讲成这个样子 先论述才能自比实践 但现在就怕距离时间不出来 其实不重要 距离时间